5月13号 五读周历 宜怀旧 今日任务 发现生活中存在的复古美学 台湾百年矿业开采室当中 以日治时期在新北市瑞芳区金瓜石一带最为活耀 让当地形成兼具自然景观和人文风情的聚落 网络温度计透过KIPPO大数据关键引擎 看到黄金博物馆的关键自由 黄金 历史 艺术 老街等 跟我一起穿越时空回到过去吧 与至今仍旧热闹的九份老街相比 金瓜石的祁堂老街更多了几分宁静 街道上更有一条宛如韩剧画面的彩虹阶梯 如果入住街上的金曼会馆 住客更能租借和服走进临近景点拍摄 黄金博物馆属于新北市武馆议员之一 随着2022 5月18号的国际博物馆日即将到来 为了符合今年的主题 博物馆的力量将在当天举办 不论身在何处的民众都能一同参与特别的活动 展现怀旧情怀以外的全新生命力 馆内可以参访的包括四联洞 炼金楼 都是由日志时代所留下来的哦 里面记载的黄金岁月 是可以让人穿越时空来场历史饗宴 老矿工的店是由当地的矿工 及他的第三代家庭一起经营的 在这边你可以亲手吃到他们家乡的炒年糕 还有红麴卤猪脚 还有红麴的炒饭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一道菜就是这个红麴炒饭 吃起来有一点自己那种酿的那种酒气的香味 就让炒饭的味道更加分 店内有各式矿石可以欣赏充满怀旧氛围的一餐 本山是旅途中短暂休息的好地方哦 本山矿场是当地最大的矿麦 也就是现在的金瓜石地植公园 那这个矿场遗址呢还保有异国风情的巨石镇 还有无敌海景步道 是现在不可错过的必拍景点哦 黄金水镇桥是全台唯一呈现三层桥的特殊廊道哦 三层桥呢被西北市设定为市定古迹 最特别的地方是每年金瓜石 劝季堂妈祖绕境的必经之路哦 这次体验木林制作 了解美术馆馆长阿诺的矿工父亲故事 原来进矿工工作非常危险 阿诺家人常担心爸爸的安全 有天爸爸回家的时候 随手捡起两个小木头细在腰间 木头扣扣扣的声音传回家里 让家人提早知道爸爸平安回家了 他们这里的下午茶甜点啊 都是以素食为主的 所以他们这边的馒头里面夹的这个酱呢 叫做香春酱 也就是素食料理很常食用的酱 那为什么馒头要烤呢 这边是矿业开发的地点 所以他们就用采矿的想法 加上让它去加热烤过 就有这个异象 所以我觉得蛮特别的 坐在这边吃的下午茶呢 你还有美景可以享受 在我前面这边呢 是13层遗址 在我的后方呢 却是阴阳海耶 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来这边走走看看哦 我觉得最有故事性 现在回想起来 非常有画面感的就是四连洞 天啊 那里面的日式建筑物还有它的那个防空洞 整体感觉好像真的来到了日本日志时期时代一样 博物馆有翻转我们所处世界的力量 想知道博物馆当日有多精彩吗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加开启小铃铛 我们5月18号见